二十四岁这一年呢 你爱一个人 特别爱 然后他说 你要瘦了我就跟你在一起 然后有一天呢 大家在一起吃饭 然后这个人呢 抱起了你的一个好朋友 你就问他说 那我要瘦到多少劲 你才能抱我呢 然后他说 我真的抱不动你 然后从那以后呢 你开始特别抗拒别人的拥抱 当别人试图 大家摇摇晃晃 互相抱起来的时候 你总是非常的恐惧和颤抖 然后并想强行挣脱这个怀抱 我好惨呀 我只有两个 没事 怎么会有 我真的一句也记不住 那个词 没事 压力别太大了 镜头里也行就行 镜头里也行就行 没事 没事没事 咱们是最棒的 觉得老秦很好 老秦都一直在帮他家里打起 非常棒的一个趴 他太紧了 他太紧了 所以就起来吧 所以就起来吧 嗯 哎 你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队伍了 你知道吗 就起来 我蹭 没有太精彩了 哎 雪芹 你这咱们有战术 没问题 我觉得那个心心和小唐 今天都非常的华丽 但我胜在了滑稽 你还是美丽的啊 好吗 嗯 老秦的理想情就是美丽的 我 我不同意 我觉得老秦 在这件事情上有更高的追求 他很善良 他很孝顺 他很聪明 何老师 我就喜欢美丽的 小美女 大美女 好美啊 好美啊 这儿关需要四个人 谁不上 你我 你我重一点 你没事 我没有能给你举例 那不费劲吗 想 多肉 多肉是我的 你演不 还好了 如果可以多梦 想要接你胸口中听到 每次在我最开心的舞 都向公主抱一下你 突然她说 哎呀 方芬 我的腰好像上了 你从不了解 那日圆幼稚的时候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I love you 太烫烫了 试着懂你开心 烦恼你的忧愁 多想你刚好也喜欢我 这无时无度暧昧 在我们之间 我感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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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有一个男孩 他高高瘦瘦的 特别的瘦 他有把你抱起来了 那是你 大概小月三年级之后 第一次体会到 双脚离地 在没人怀里疼痛的感觉 而那男孩那么瘦 他那么瘦 他都把你抱起来了 我心里有一块 曾经枯萎过的地方 今天因为你 又发了一颗小小的眼睛 你治愈了我 心灵深处 一块曾经我以为 已经坏掉了的地方 他这么瘦 他很好抱起来 这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他让我觉得 我可以被抱起来 那么就意味着 我是可以 被习惯了爱 谁沸腾要多久 我也是 是你 在咱们 受害了 一点 少云